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崩铁,2.7卡池确定,软煤被提出 阿格莱亚双属性,冰女机制曝光 崩铁,吸睛能力太恐怖 飞消卡池首率流水爆炸 排名上升56 崩铁,黑天鹅,卡夫卡无人爱了 2.5上半排名直接登顶 飞消,这根鸟人气太高 崩铁,2.7卡池确定软煤被提出 阿格莱亚双属性SP亭云必抽冰女机制曝光 各位穷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首先就是后续2.7卡池角色的相关消息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 2.7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星期日和亭云SP 其中SP亭云的定位相关也终于来了 SP亭云可以提高附加角色的技能销刃值 附加的角色对怪物造成击破时 给予虚认性当虚认条存在的时间 被所有怪物造成的伤害全部计算为超击破 这么来看的话 SP亭云确实可以替代软煤 加入到流营超击破队伍中去 如果出超击破专辅 第一个踢的大概率是软煤 而在购物3.0 据说也会有新体系登场 阿格莱亚的一些新消息被放出来了 于是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各位 召唤物造成雷属性伤害 本体属性未知应该是输出角色 然后召唤物机制无法接受治疗 有固定速度可以独立施放技能 不过目前也有大佬说不排除 这一角色是双属性的设定 感觉可能性太低了 如果这么一来爆了多少角色金币 反正我是不幸的 不过定位输出感觉有还行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版本中还有新的怪物 该怪物可以免疫一切伤害 免疫消忍弱点 击破控制类负面状态等特性 还是比较恶心的 而新毁灭角色召唤物机制也来了 召唤物造成雷属性伤害 无法接受治疗 可以独立释放技能 也可以被敌方攻击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过大概率在3.0左右登场 2.5 上半飞消斜杠 只羹鸟卡池角色抽取的情况 也终于来了 其中 飞消一共是出货了30163只 只羹鸟出货了12896只 卡夫卡出货了2559只 黑天鹅出货了2145只 其中飞消 只羹鸟可以说是本期流水的大头了 黑天鹅 卡夫卡 基本上就是处于滑水状态了 专武出货方面 飞消直接一波登顶 其他几位基本上就是零头了 也就只羹鸟 专武好看些 四星角色出货方面 其中卢卡出过最多 其次是艾斯达 莫泽这两位 也算是意料之内 新四星很多时候 并不比五星角色容易抽取 估计部分开拓者们 应该到现在还没抽到新四星莫泽吧 新铁在各国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了 如图所示 整体来看的话 新铁在国服目前排名第二 已经赶超王者荣耀 DNF手游 排名第一的是和平精英 其他去服目前也是一波登顶 还是非常不错的 2.5上半飞销鞋杠 之羹鸟卡池首日流水的情况 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波流水 已经远超 往期流营软媒卡池的流水 不过 毕竟是某卖的数据 大家看看就好 具体还得以实际榜单的排行为准 然后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比较关心的 卡池超某英的数据了 如图所示 本期卡池的首日流水数据 最终是超一本线三小时的时长 不得不说 2.5卡池飞销的流水 对比往期还是非常不错的 吸金能力恐怖如斯 崩帖 2.5飞销卡池首日流水爆炸 吸金能力太恐怖 排名上升56位 各位穷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崩帖2.5卡池终于开启 飞销之羹鸟 黑天鹅卡福卡也已经up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凑到了呢 而说起2月5日上半飞销卡池 首日流水的数据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图 可以看到从今天中午卡池 开启截止到下午3点左右 2.5上半飞销卡池的首日 流水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 总榜方面较之前排名提升了56名 目前排名三名游戏榜畅销榜 目前排名两名 较之前提升了30名 总的来说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样子这波流水超抖音 还是有希望的 要抽飞销的玩家可要想好一件事 那就是最好和资羹鸟一起搭配使用 这样才能发挥出飞销的最强实力 一些玩家还在想和真理医生对比如何 只能说对比真理如何同成本 也提升20%到30 而且飞销机制明显领先真理 飞销的大招有两个攻击方式 特效给的也不错 所以有资羹鸟且想入手追击队 的玩家确实可以考虑一些飞销 而说起崩铁本期卡池流水目前在各国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也终于来了 如图所示目前国服排名第二名 看着势头还有上涨的趋势 排名第一的是和平精英 第三名是王者荣耀手游 没想到长期霸榜的 DNF手游这次居然被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新铁给赶超崩铁这波应该还会上大分 至于2.5卡池角色抽取的详细情况也来了 具体如下图可以看到 截止到目前一共是出货了6829只飞销 2979只只羹鸟 558只卡弗卡 以及510只黑天鹅 不得不说 飞销的吸睛能力恐怖如斯 这羹鸟含金量也直接拉满 其中五星角色歪到最多的是燕青 其次是布洛尼亚机子等角色 四星角色中出货最多的是卢卡 其次是艾斯达 最后才是本期卡池的新四星角色莫泽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 都出到自己想要的角色了呢